其實警察如果去捏薄膠的時候 普通都可以說只可以在現場 帶到薄膠的檢驗就算是對的 不過現在說 市民地檢視在正面一項 在地下潛嬌的網站的時候 也將這37的交界用薄膠罪去起訴 還對著這些人 將他們的消耗感動 這隻警察從在地下潛嬌站 其實還在注意營墓 減控比賽上升結果 甚至提供給民眾隨時加錢繼續玩 警方 早出這麼多小朋友資料 既有所交道的考助資料 只要交換贏 賺錢就是主動回立交道的考助 所以就算簽到站 後悔讓人殺到交道 趕快可以拿到錢就走 不然做出這種的簽叫外公 市民地檢視 退出經濟的行動 在前面一家地下簽叫網站的時候 不然將37名交道起訴 竟然直接登記他們的考助 賺錢的一千多萬全部討回 在法律上凡是犯罪的行為 犯罪的不法所得 我們就是一律依法來申請沒收 至於賭客之間所謂的輸贏 那因為在我們的法律上 賭博就是一個文法的行為 所以說這個 我們只針對他犯罪的所得來做一個扣押 我在塞這個固域車 賭博的鄉親要注意 賭博的汽車說在兩千控告年的六月 到近年所生產的三款的新車 說因為這個寒多路的郵路有問題 可能有這個紀錄外 寫的狀況 所以一千九百多台現在都要去 回到保養村做檢查 賭博的汽車全部調回兩千控告年 六月到二零一控告年幾月 生產的三種車型 C-Class E-Class叫車 和E-Class Cope叫拋車 這次調回是因為 當地的控制盤 就是我們說的和道路有路調送的問題 可能會有機油管流的情形 動力輔助方向盤 它會有漏油的狀況 那事實上如果真的發生這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並不會影響行車安全 只是說你的動力輔助會消失 有這標示 台灣有進口的只有這三種車型 中手差不多幾千九百多台 目前也沒有車主 因為機油管流的問題 回到你歡迎 也不過客車控制安全沒有問題 也會主動通知車主回到檢查 我們就會陸續通知這些客人 通知書信或是打電話的方式 通知他們進場檢修 目前台灣人大概有多少的車主 應該會收到通知 有1900多位客戶 前陸又有車要叫當地受理 憲政的小部會除了競爭以外 還是希望客車可以鐵地請教 以後消費者管理 我是希望說能夠全面的一起做 做一個檢視 如果該招回檢修的 當然就趕快通知 依照這個招回檢修的辦法 趕快通知這個消費者 檢修表示 減載時間大郵寄需要百點間 全台灣的服務中心都會被規定 那是需要更冷靜也都沒有收費用 車主會可以跟全台灣服務中心電路 既然會由台北報導 抗議事件是六星療養育 說現在可能是因為這個疾問11天 所以現在說他們家的必須是越大 所以六星的主機會 和青年六星聯盟 今天是到台北市政府頭上去抗議 整早三自稱無蹈 不斷讓你起步 好 抗議台北市政府說不要招待 担買到廣煉來回應 警察和六星的學生 發生嚴重的衝突 有人擲圖 有人的傷心 兩個人 剛剛那是沒有廣煉 願意下來 另外一波衝突又再發生 六星主機會和六星前年 哪怕口口哪怕 但要立法所以指定好良心 我們今天是來洽工 這個洽工只是比較凶一點 因為我們家快要垮了 我們要找好農民負責 因為我們家快要垮了 對不對 對 他們帶到六星醫處 已經必須的上皮膏 六星醫案今年五月份開始 就因為在我們工廠四天越來越危險 本來台北市政府已經說好了 先停工 但第一報告出來才說 不過最近發言又頭頭頭頭 他如果說政府跳票 一直到發生衝突後 官員這麼出名說 大家五歲啦 現在的工作面沒有影響 我們才繼續做 大地機制工會要到明年四月 才有完整的報告出來 不過這種的講法 學生跟自由會都無法接受 要求替頭馬上停工 不可以讓六星醫越來越危險 現在看一看 台北報導